校园的故事 我这样一讲 这个金牛座就要伤心了 真的吗 我那个金牛座的同学 他就是一个特喜欢装清纯 然后在恋爱方面也很奇怪 他是属于只要有同学讲黄段子 大家都在那边 有的大笑 有的这样眼嘴笑的时候 他永远是站出来说 你们说什么 我听不懂 他是真的听不懂 什么是黄段子 你为家 你少来 so colorful 然后呢 他又特别喜欢追一些学长 那个学长刚好喜欢的都男生 但他就一定要表白 而且他深深地相信 他会把弯的掰成直的 杭老师一出手 都是在尺度之外的故事 那是直的好是wonderful呢 他会把他的告白信贴在公布栏上 就是我是这么地喜欢他 我要跟他告白 我要把他掰成直的 那让别人很多人很尴尬 全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讲一个那个就是 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就谈恋爱 热恋的阶段就总喜欢显白嘛 完了之后呢 他那天喝醉了 他女朋友就来接他 那是秋天的时候 就穿戴帽衫嘛 有帽子的 这哥们醉了 以为是个垃圾桶 就直接拿着 嗷嗷亲爱的 就吐在他的戴帽衫里面 而且就说天气这么冷 赶紧戴上帽子吧 你知道吗 就那个呕吐就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就后来就分手了 肯定要分手 这些味道都是可以 一接吻就回想起那个味道 他们的感情已经蒙上阴影了 真的是挺奇葩的